亦有点意思,如何选择这张照片呢 生命有起有落才是完整的 但很多时候,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我们无法选择 但我们如何看待事情,就有选择 你可以选择,开心不开心 发乐不发乐是一个选择 总之,就算几灰蒙蒙也好 有少少希望保持着,就可以了 在心里面 高芒苗可能是代表每个人给自己一个休息的空间 对将来的一点点希望 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还是友情 学业社,你自己想吧 保持着希望是很重要的 永远到 听你几首派台歌都是轻松一点的 周路,世界中心继续转 可能谈谈九龙这边的城市,景况 但其实慢慢听这首歌,每一首歌都感觉到 是感觉到一个认识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讯息 可以轻松一点的认识 其实有一个信息 有些人会很白,说一些口号 做一些手势 去表达他们的意见 我一向都没有 林一峰就不是的 有些人会用他的歌曲、艺术去呈现 其实你的信息都放在这十首歌上 不止的,是看法 其实整张碟背后有一个骨幹 所有事情都有两面 这件事,我在一一年出版《One Magic Day》也说过 Tag Line是 《非关事件,二事看法》 今次我用这个骨幹 来说自己成长的故事 所以骨幹本身差不多 只是故事场景和人物的援作 包装手法不一样 不如我们看看最初的这首歌 《Borning Calhoun》第一首歌是《麻鹰与麻雀》 其实有一个副题 叫做《方展薄与钉鞋》 上次有讲过少少的 我再重复一次 为何会写这首歌呢? 我想写很多年了 小时候看到麻雀 又看到麻鹰是最开心的 因为他们会飞 麻鹰和麻雀在这个城市里 大家随时可以看到 一种最小,一种最大 其实两个大家 就是我看你好,你也看我好 你觉得麻雀很适合 但不知道他多开心 看得很开心 麻鹰觉得他很自由 但原来他每分每秒都在担心 下一秒没有得吃 找不到东西 或者没有得妻身 从观点角度出发 做一个开场曲 然后到世界中心继续转 好像用雀仔的角度 俯瞰这个城市 找到这两个主题公园 一个是其他游乐场 一个是麗園 其实两个主题公园已经没有了 而且我真的没有去过 小小去过两次其他游乐场 还有去麗園的时候 如果你要问我那些很个人的故事 我是最记得 我是乘坐6号A巴士 然后吐 每一次都不停吐 有云车浪 但是很开心 我以为是一个不好的回忆 其实不是很好 只是吐 吐完就好像很开心去玩 是的 但是我在巴士看到外面的风景 所以我觉得吐是值得的 今次你有这个题材 Born in Kowloon 是不是出了这个题目 才想一些歌 还是每首歌都慢慢创作所 才继续这个主题 都一直在创作成长的东西 但是今次将它群组在一起 好像是时候做这件事 很正体性 是的 旅程我已经做了4集 是不是时候回家 在Born in Kowloon的创作期间 我都不在香港 在缅甸和Berlize 又在美国 又到处走 反而有一个距离 会比较看得清楚一点 我整张节目 就是观点角度 Perspective 世界中心继续转下去之后 接着有些轻松一点 譬如斗路 浪漫九龙城那些 是讲城市变迁 又是讲如何在繁忙的生活 找到一些空间应对 或者选择看一些仍然是好的事 最轻松的一刻 就是出走半天到西贡 真的出一出走 而这个是亲身经验 我当时住平石村 我特意乘搭车车 或者92号巴士去西贡 走过一圈 走回去 现在几顿去西贡 走山 游泳 超过高峰时期的铜锣湾 是的 其实出走半天到西贡 我当初写给洪家豪 是吗 但他不要 我写在这里 不如我自己唱下去 封盆自己唱 不是封盆 不是封盆 资源随盲就用 我也做了一些不同的 改变 写得漂亮一点 有些字 有空间的事 然后很轻松后 面对现实 就是一首歌叫做 西装有的心事 这件事如何发生 就是我每一期都会 忽然听到一首歌入定 上次听到一首歌 令我入定的 就是Serrini的西装有的心事 我一听就听了几个小时 我忽然知凌多一触 西装有的心事 是讲 你讲是否应该去手 游尖王金武令 入定 好 就是这样 其实我每一期都有一首歌 令我入定 刚刚令我入定这首歌 就是Serrini的 《游尖王金武令》 游尖王金武令 是讲一个 旺角的少女的心事 就是MK妹 对 就是MK妹 Serrini用了曲风 亦用了一个很有思义 但又很麻烦的方法 游尖王金武令 遇到一个朋友 不是朋友 而是一个平水相逢 在K房认识的西装有 他觉得这个人很棒 很清领白正 可以发展 又不坏 我听完之后 令我的心不断震 而且我的脑不断震 哇 这么强劲 很有画面 很有思绪 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很有画面 但它亦提供了很多不同层次的空间 我就想 金毛令 提了两个人 一个就是旧爱明仔 在歌词里面 一个就是旧爱明仔 另一个就是西装有 不如我从一个角色的角度出发 说西装有 究竟他的故事是怎样 他的背景故事是什么 他在想什么 或者那晚之后他发生了什么 即是你帮游尖王金武令 做一个延续的故事 是的 一个平行时空的故事 老师傅就是说 从这个老师傅的角度出发 说一些心性 如果我是老师傅 我会怎样想 还有我自己想和这班老师傅 说一段什么话 就是感激他们曾经在 多谢你们铺过的路 我们走那些路的时候 会开心心 老师傅可以进行不同行业 而刚刚这两个月 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剧场界一位老师傅 他本身也是老人家 而且他真是姓老 是 老班师傅的老 是否做台设计 做台真是搭景那位老师傅 他刚刚去世了 我亦希望借这首歌 送上我的敬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